地劃的公告 放在停車隔離孔蓋之間 議員手比了筆地面 發現孔蓋上的凹槽 出現不明液體 只見議員雙腳踩踏地面 足底漸起小水花 只及社會住宅地下停車場 不只溢出不明液體 就連在空氣中 住戶氣得大罵 這股惡臭飄散在 社宅的地下停車場 然後租金又這麼高 我們都要忍受這麼多的 那個空氣 那種誤會 那種瀰漫中 住戶向明代澄清 投訴的就是二零二零年六月 完工的台中太平玉閒社宅 內建一到三房的房型 租金介於五千四到一萬六千 七百塊錢之間 一共提供三百戶成租居住 住戶投訴的臭水事件 重回社宅現場詢問其他民眾 我們那邊是還好啊 另外一邊比較臭欸 保全巡弱的時候就有發現 污水處理設施 有馬達運作異常的狀況 那在發生的當下 就已經報警報修廠商 到現場去處理了 並沒有住戶反應說 我們都沒有處理跟修善的狀況發生 使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本該是透過住宅資源的循環 利用照顧更多民眾 遇嫌社宅 發生臭水外溢與惡臭飄散的情節 住宅處解釋 發現問題後就依序處置 三十七五陽 近江 郡洞 台中 採訪報導 lin パ ノ